继续在灵修 明书记的第22章 好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 明书记的第22章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灵修 明书记的第22章 好 前面我们分享到巴兰 其实他一心想去 所以他也在那里问神 所以神就让他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 其实神的命令是不让他去的 不可去 但是当他一心想去的时候 那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事了 自己选择的事 所以当他去到路上的时候 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拦着他想把他给杀了 然后你看到驴就像巴兰 驴就救了巴兰三次 甚至驴开口向巴兰说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一件奇妙的事情 驴子开口说话 今天我们是从三十一节开始 当时耶和华是巴兰的眼目 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 是不是 所以这个驴子说话说了好一次 说了然后驴子三次救了巴兰 驴子又开口向巴兰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巴兰怎么样 其实巴兰的心也是被开启 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平常的事 对不对 就像上一次我分享到的 这个不是平常的事 所以当他眼目明亮的时候 又或者是巴兰的眼目明亮的时候 这也是他自己 能够安静下来 对不对 如果他不安静下来 神也没有办法是他眼目明亮 他前面一心着火尽火燎的 这个一心着想去了 现在去不了了 他的车子熄火了 是不是 他的这个毛驴 握在那里 所以他下来走路去 来不可能的那麽远 对吧 所以他又怎样 眼睛明亮 看见一和话的使者 站在路上 手里有八十点的刀 八两遍低头浮沙在地 接下来三十二节 一和话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 我出来抵挡你 与你所行的在我面前 偏鄙 这个偏僻啊 偏僻 偏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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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啊 看到没有 非常的 不合神的心意 啊 不合神的心意 用今天的话来讲 啊 叫忌惮 啊 非常的忌惮 明明神一定要让他往东边走 他一定跟神唱反调 要往西边去 是不是 神叫他不可去 他却去了 这个叫偏僻 所以这就是一个极丹的行为 一个极丹的行为 所以接下来说 驴看见我 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肉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成活 看到没有 他要把这个 如果不是驴救了 巴南 巴南就这样 巴南就被杀了 驴还怎么样 驴还活着 所以神 绝对不会伤及无辜 因为今天的话 叫定点清除 是不是 定点清除 所以不会伤及无辜 那一头驴子就不会有多伤害 是非常精准的 非常精准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 是驴 驴 三次救了巴南 三次偏过去救了巴南 巴南还不知道呢 所以现在这个使者 这给巴南讲明白了 讲明白了 所以你看了没有 巴南对一后话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阻挡我 他在认罪 其实他认错了 看到没有 不是说你说你有罪了 你认罪 你就是内的 这个他有罪 并不是因为使者在路上 抵挡 我们要明白 巴南还是在避重就轻的说话 就算是承认自己错了 他也不是承认主要的 他的主要的是什么 他主要的就是 他有贪钱的心 他就去什么 他就去那个 一心要去巴南来 要得尊荣来 得巴南给他的财报 是不是 所以这才是怎样 这才是他的重要国错 可是你看到他 避重就轻了 所以他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 你不知道 这个并不是罪 你不想想 为什么要阻挡你 对不对 为什么阻挡你 所以你看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 这个巴南呢 他接下来说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其实他明明知道 神已经命令他 不可去 是不是 现在他又在那里问 你若不喜欢我去 他把责任推到神那里去 今天这是人的一个 惯性思维 我们很喜欢把什么事 都推到神那里去 比如说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 一切都交错给神啊 看神怎么带你呢 你看到这些话 其实都是推携责任的话 推携责任的话 听神的美意是什么 对不对 神的美意 他就是用他的话语 他的真理 可以引导你 如果你听神的话语 听神的真理 那你就能活在神的美意当中 那你就不会被仇敌 攻击 被魔鬼偷窃杀害 看到没有 可是很多人 神的话语 神的真理 他不听 因为前面有个坑 神已经跟他说了 不要往下跳 可是他一定这样跳下去 结果他跳下去的时候 他又说 哎呀 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吃了亏了 晚上睡不着觉了 身体出现情况 出现问题了 各种各种出现问题了 又说是神的美意 是神的美意 你要看到美意分两种 一种是神的美意 各样美善的恩赐 是不是 前辈的赏赐 都是从重光之后那里降下来的 也就是好的方面上 美的方面 善的方面 爱的方面 都是从神来的 那是神的美意 以从来是要教养 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的 那才是神的美意 阿们 那你除了这个 遇到坏事了 被仇敌攻击 魔鬼攻击 疾病攻击 出现问题 财务问题 经济问题 困难问题的时候 你能说是神的美意吗 那些恶事的发生 不好的事件的发生 它就不是神的美意 那什么的美意 那就是魔鬼的美意 我要把魔鬼的美意 当成是神的美 只能怎么说 只能说当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 或者是不听神话的时候 被这些恶者攻击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赶紧悔改 赶紧信靠神 对不对 赶紧来祷告 对不对 听神的真理的道 向神祷告来悔改 这时候神帮助你 救你 把你从恶者的攻击和挟持下 救出来的时候 看到没有 神把你救出来 但你不能说 遇到这些环境 遇到这些恶者的攻击 遇到这些时候的时候 是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所以这就是巴人 你看他心态 对不对 你如果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神 神已经明确命令了 不可去 其实他如果真的 听神的话 他现在说话不说 赶紧回去 明白吗 那他如果现在回去 那他在圣经当中的 这个地位 民生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他现在没有回去 所以他还想继续去 所以他后来的民生和地位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人也是一样 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不能推到神那里去 看到没有 我一切都交给神 那神造你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机器人 我们是有思想 用意愿 有选择的 对不对 我选择怎样 因为为你的选择 为我们个人的选择 我们是要负责任的 一切都交给神 那我们都不用选择了 或者我们选择错了 所以责任都可以给神 所以这些不明白真理的人 他说话都是烂说的 比如说你开个车 或者走个路 对不对 我打开平方走个路吧 每天我们都走路 这个走路 在路上走路的话 这个路很多啊 是不是 比如说这里有 人行道 这里有 飞机动车道 是不是 这里有机动车道 那你走路 你应该选择走什么路 是不是应该选择走人行道 你选择走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是不是人家骑自行车的 骑电动车的车道 好 机动车道 是不是人家开车的地方 你走到这地方 危险不危险 如果你不走 不走人行道 你走这个 非机动车道 走机动车道 这是你的选择 那选择 选择 选择了对 还是错呀 那你选择 你选择错了 万一被 比如说 自行车 或者是 电动车 碰了 或者被汽车碰了 你能怪人家吗 看到没有 同样 过马路也是一样 过马路 人家这里有 这个 人行道 对不对 人行道 可以过马路 然后还有红绿灯 然后绿灯亮了 你才能过马 结果你偏偏不选择 从人行道 偏偏显得横宽马路 横宽马路 你想近一点 然后那里还有一个栏杆 还从那个栏杆上爬过去 你看 选择了 结果出现问题了 车子碰着了 擦着了 你说怎么怪谁 这种情况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世界上 每天发生 那些交通事故 走路的 骑自行车的 骑电自行车的 开车的 每天出现多少交通事故 你去仔细看一下 所有的交通事故 背后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就是错误的选择 就是安全意识淡泊 不安全 按照 不安全操作 也不按照这个 是不是 这个规定的路线 法律发挥 安全行事 最后造成了这样 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用这个作为一个比方 就是让你清楚地知道 你每一个人 你都是为你的选择负责人 看到没有 为你的选择负责人 你怨不得别人 怨不得别人 所以弟兄姐妹 巴兰 他如果现在 他真的是悔改的话 他现在就应该回去了 现在就应该回去的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他 并不是真心的毁 并不是真心的毁 所以他虽然说 我有罪了 有什么用 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天天说 我有罪 我犯了这罪 我犯了那罪 天天要认罪 有什么用 他还不是选择 他走路的时候 还不是选择不走 这个人行道 不遵守红绿灯 不走 不走这个斑马线 他走路的时候 还是很快满 还是跨了个栏杆 还是怎样 还是走飞机动车道 还是走机动车道 看到没有 最选择的事 所以把路讲清楚了 对不对 路讲清楚了 讲到人 实际上把路讲清楚 把交通反归讲清楚 交通标志讲清楚 那之后走路 那就是你个人的事 你得选择的事了 你不听 你一定要走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走 那你走 开车也一样 骑车也一样 你骑自行车 你骑便宜车 你应该走哪里的路 你全不知道 是不是 你应该是走你的 飞机动车道 飞机动车道 不要走到机动车道上去 是不是 你过马路也是好 你干啥也好 应该是严格身手 交通法规 你没有 绿灯的女才走 红灯的时候 你都起来了 你别闯过 你骑自行车的时候 特别是骑电灵车的时候 你速度别那么快 你搞个20多码 30码就行了 别搞40码 不是什么 把头盔都戴好 那前面我们看到的 有几妹 有几妹 她就出现这种问题 骑电灵车 然后头盔又不戴 骑得飞快 你要搞赛车 结果跟人家蹦了 碰到最后 你怪谁 你能怪神吗 神啊 不保护我 是不是 所以你看了没有 这些 我给你用这些 分享 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每一个人 你心里面 这个安全意识 非常重要 听真你的道 也是建立你的信心 建立你的平安 你的安全意识 每天你不管是走路 骑车 还是开车 走在这条路上 安全意识很重要 要遵守交通法规 对不对 按照你的 你应该走的 你应该走的 车道行 走 行驶 个性 其道 紧紧有条 同样 我们这条人生的路上 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 难道就能烂走了吗 想东西也滥想 说话也滥说 走路也滥走 做什么也滥走 最后 就说一切是神的美 一切是交通的神 出现问题的 神啊 怎么不帮助我 怎么不医治我 神啊 我有罪了 我是个罪人 我是正中的罪魁 我做错事了 怎么走 可是还是滥想 认罪以后 我有罪 我是罪人 我又做错事了 可是之后又是滥想 又是滥说 又是滥做 又是在那里横穿马路 又是开电门车 开得飞快 比汽车还快 比飞机还快 红灯的 撑上去了 在认罪有什么用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巴兰他认罪以后 他还是要去 他说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他又跪到神那里去了 跪到神那里去了 亲爱的地狱九亿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说一字 说叫他不可去 就不可去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还想去 安全意识淡薄 是不是安全意识淡薄 这条人生路 他安全意识淡薄 所以掉到坑里去了 掉到心底里去了 那用今天的话来讲 那巴兰是骑一个自行车 走在机动车道上 开始骑得飞快 后面那些汽车都得跟他扔 他一边骑一边说 看看我骑得多快 你们这些开汽车的 还没有我骑个快 是不是 人家后面迷你喇叭 他也不听 人家时间迷你喇叭 让他让一趟 一直让他走 你骑自己车的 别开到飞机动车道上 危险 你还是开到 骑到你的飞机动车道上去 这个巴兰说 哼 我才不怪你们呢 我这么开 我这开的都快 所以他就不讲规矩 结果遇到一个同样不讲规矩的 喝酒喝多的 然后开着一个汽车从后面冲过来 没看见巴兰开这个小毛驴 开个自行车 骑个自行车在前面走 这个喝酒喝多的 这个同样不讲规矩 就过后冲过去 把巴兰得过了 把巴兰的小毛驴子给装破了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看了没有 我就用这个作为比方 就让你清楚地知道 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切都是选择 首先你要听真理的道 神的话语 神的道 知道神是怎么说的 这是第一 对不对 听神怎么说 关于罪什么 怎么说 关于医治 神怎么说 关于生命 神怎么说 关于健康 神怎么说 关于喜乐 平安 权力 能力 对不对 你生命生活的 每个方面 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你这个一天真理的道 灵修神的话 你就知道神 神的心 神的话 神的真理 是怎么说的 接下来就是你的选择 你的想法 你的说话 你的选择 每天的选择 是选择听神的 相信神的 按照神对你说的 还是选择听 不识出神的 听从其他来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巴勒 其实神已经明确地 跟他说了 但是他还一而再 再而三的 有自己的想法 几代巴勒的事成 驴子三次救他 对不对 他竟然这样 竟然还打驴子 然后一会儿 使者都向他显现了 对不对 他都开启 眼睛都开启 他看见了 他还想去 他说这个话 你若不喜欢我 去我就这 说这个话的意思 不就是说还想去吗 你说他经历这么多的事了 他还想去 你说这个人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 自己的选择 你稍微要是 就是明光一点的 对不对 亲神华人的人 他就赶紧回去了 真正悔改的人 赶紧回去 就不去了 是不是 所以他因为他还是去 还是一心想去啊 所以这个三十五节 耶和华的使者 对巴伦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 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伦从这 巴伦的时辰 去 赶紧去睡 所以这样人 认罪也没用 你不要说 那不是耶和华使者 同这些人去的 我们不要把什么字 都给到神啊 从神的角度 神说一次就行 第一次 你看神 起初的命令是什么 第一次是这么说的 今天我们也一样 我们看神的话 从两个角度为根基点 非常重要 看神是怎么命令的 不管是对宇宙 对国家 对家里 对个人 对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发展 都是一样 从两个为根基 来看 那么 可能会问 牧师啊 从哪个角度的根基点 我要跟你说 就从 第一 神创造的角度 以神的创造 创造的 为根基点 来看 因为神创造的时候 你看神造的一切 神是怎么看的 神创造的时候 这所造的一切 神是怎么命令的 神是怎么赐福的 看到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二是从什么角度来看 第二就是从 基督的救赎 救恩的角度 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神创造好以后 人不是堕落了吗 人堕落了以后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罪啊 病啊 死啊 抽离这些东西 进入世界 下之 所以人就失去神的荣耀 失去与神之间的关系 包括权力 那么你看基督来了 他干什么 基督传福音 基督赦免人的罪 基督医治人的病 基督除灭物贵的作为 是不是 然后基督定十字架 尤其是习近人的罪 败坏张次权的魔鬼 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了 第三天 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完全得胜 所以我们从基督的救赎打工 来看到的是什么 来看到的 来看到的是神对人全面的恢复 对我们的人的全面的恢复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权柄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神创造我们的命令 神的形象的样式 这一个全面的恢复 是从哪里恢复的 就是基督的救恩恢复的 明白吗 把这两个根基点抓牢 你看在所有人 所有事情 所有环境 以这两个为你的根基点 为你的第一前提 那任何人 任何鬼 任何不好的东西 就骗不了你的 所以神对巴兰说的话 是以第一次 你看到没有 是以第一次为根基点 如果巴兰说的第一次话 他就不会唱 就不会骗 人为什么会骗 走路 走着走着走偏 本来目标是去北京 是不是 结果本来 看看目标是北京 这个很明确的目标 结果他在这走的时候 刚才是起领的时候 对着北京 可是走着走着 他就会往外骗 骗着骗着骗着 越来越骗 到最后骗到他 他就不是到北京的 他就到西安去了 西京去了 他就没抓住他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起点是什么 那就是从神的碰到 从神的救出 来看神给你的起点 以这为起点 为你第一次的起点 你永远都不会骗 如果巴南一神第一次所说的话 他就不会骗的 他就是因为没有一神 第一次说的话为准 所以他又骗了 接待巴陆的时间 那就是骗 然后又再求问神 那又骗了 神已经说了 你还问啥呢 问就说明一件事 你不信 问就说明一件事 你想去 那就是你的选择了 那神就尊重你的选择 他就去了 好 在路上 女子三次敬她 就她的命 是不是 她竟然三次打她的女子 是不是又骗 又骗 女子救她 她也不知道 她打女子 她又是慢慢骗 如果不是女子 把她救她的话 早就会卡她了 然后当女子 熄火了 小朋友熄火了 怕她是不动的 然后她就静下来了 她没办法了 这时候她英文化的诗者 她也看见了英文化诗者 她的悔改 她所谓的认罪和悔改 并不是真正的认罪和悔改 她还是在骗 继续比 是不是 你若不喜欢 我就会问 问这个话干什么 你要去的话 还是神让你去的 还是神喜欢你去的 都是你的美意啊 那神第一次说的 八三打了 第一次说不可去 不可咒读大名 因为大名是蒙福的 对不对 要以神说的 第一次的话为了 阿门 所以你看到 他在迷入 不喜欢我去 我就这样 我就管 今天多少人说这些话 神啊 你若怎么样 你若怎么样 你若不要我这样 神的话语明确告诉他 让他不可做 他说你若这样 那你想这样就怎样 所以英文化诗者就这样 就对他说 意思是你想去你就去了 他那边又骗 他一直在骗 英文经败 骗到后来 他还上了山上去 本来是按照八楼的要求 只要中足以色列 神叫他不要路 你以为他就不骗了吗 他要不骗的话 他都不应该上那个山 然后怎样 然后后来好几次 实在是不行 那是确实什么 证明是不可咒诅的 不被咒诅的 你要知道后来 巴南做了一件事 后来巴南用了一个诡计 告诉巴南用诡计引诱以色列人犯监狱的罪 导致以色列人因为犯监狱的罪 现在罪里多少人被击杀 这就是巴南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巴南肯定也给了 所以圣经才说 巴南是假偏知 是贪财的假情知 你看看他这一路骗过来 从神给他说的第一句话开始 他没有相信和持守第一句话 一直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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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到哪里去了 这一终就骗到死里面 骗到灭亡里面去 所以这个巴南呢 他是不听神的话 所以偏向那个错误的错钮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分析 我们这个灵修 这个巴南的这些 他的这些情况 我们要在其中 需取教训 以至我们在这条 熟里的道路上 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能够持守真理 选择相信真理 跟随圣经的代理 不会做偏 只有这样一派 才不会走偏 才不会要得肯定去 只有听信真理 选择真理 我们才会经历神的同在 走在平安的路上 蒙福得神 六支好灵 是不是 十支千里 所以你偏一点点 你会走错的 何况是偏得那么大 所以宝贵的利用机没有 所以我们在真理上 我们是要严谨求证 严谨求证 就像你走路也好 骑车也好 开车也好 你要严格遵守 交通规定 交通反规 这是为你自己负责任 为你自己好 也是为别人负责任 为别人好 为我们自己负责任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平安地 行在路上 为别人负责任 是什么呢 是避免伤害 所以我们选择真理 相信真理 行在这真理的道上 对我们自己是保护 对别人是祝福 如果走偏偏 对自己是伤害 对别人也是伤害 所以我们灵修这个巴兰 不是光光看他的 是不是 给他定罪的 我们定罪干啥 我们不是给他定罪 不要评判巴兰太坏了 巴兰太恶了 巴兰是守魔鬼了 巴兰怎么办 这个就不用你评判了 用不着我们去评判 我们一定要在他的这些案例当中 今天的话叫案例 研究巴兰这些案例 我们要失去的是教训 失去教训 这个记者在圣经上 还有个目的 就是为了教训我们的境界 避免像巴兰这样 不相信神的话 不持守神的话 偏离神的话 往错误当中指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 只要我们有这个起点 从创造的角度 从救赎的角度 以这为基点 为起点 神第一次创造角度 救赎角度 持守这些话 你就不会骗 阿们 所以你看到 很多的宗派 义丹邪教 他偏来偏去 最后都是因为偏离了 从创造角度 救赎角度 他所讲的道 与神的创造角度 救赎角度 不一样 他就骗了 所以这样神的创造 要的救赎角度 人第一次这些话 这些命定 医治的 你都不会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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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人是不是就去了 你看 于是八人同这八人的事情去了 一点忧郁没有 赶紧跟着跑 三十六节 巴勒听见 巴勒来了 就往摩亚金城去 迎接他 我往来的迎接他 你看看 他是不是真龙 你今天去哪里 来增长 来迎接你一下 你就错了 增长 来迎接你一下 你的感觉 有份儿有面子 呵呵呵呵 是不是 现在是王来迎接他 难怪八男拼着命都要去 在这个 尊重面前 在金钱面前 神的话 一文不值 这就是八男 对不起 连王都能迎接他 休息 希望八男回改 你这个希望是不会成功的 八男 已经过去了 没机会 现在就是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回改 巴勒对巴兰 是不是 他就迎接他呀 这城市在边界上 在雅伦河旁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集体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找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 是不是 弟兄姐妹 查得没有 这就是尊荣 巴兰一去 王都迎接他 你想一下 王都迎接他 是不是尊荣 所以怎样 所以就在尊荣他了 巴兰说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留你没 你要看到这就是巴兰的心态 对不对 就是他的心态 所以不是神让他来的 是他自己一定要来的 神经一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之后他不听神的一片二片三片四片 不但他偏一直是这样 他自己偏来的 他自己偏来的 自己一点儿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是不是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递我 我就说什么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一切也就哭给神 看神怎么办 神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还把神的棋子举得高高 以神的名义再说话 他就是熟灵的 他就是先知啊 哦 竹树 神的灵树 叶华树 看看那些先知了吗 不但能以竹的名义 竹的灵的名义 叶华的名义 不但能说话 不但能在法语言 你看巴兰都这么干的 亲爱的听众姐妹听着 记住我早上 现在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如果不听经上的话 神明确已经说过的话 都不听不信的话 再以神的名义说话 以圣灵感动我 以主的名义说话 都是假的 有的人找你祷告 他们就会问 祷告好来问 神跟你说什么 神明感动你说了什么 有什么异乡啊 看到什么画面了没有 神跟你有什么异梦感 异梦没有 你听着 你听着 弟兄姐妹 经上白纸黑字的话 都不相信 都不听都不信的 其他 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神第一次跟他说到的话 明确的跟他说的话 他都不相信 后面他再以神的名义说了 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都不是真实的 他的心态和动机 都有问题 今天也是这样 圣经上 那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所做成的 所说的话 使徒书信里面 基督这些真理的道 这些不相信 这些不听 这些不明白 不相信 不听 其他的在归求 异梦啊 异象啊 启示啊 画面啊 主对你说啊 一会话对你说啊 恩高啊 甚至是神一启示 都是假 当我在这方面 真理被开启以后 我再也不会归出来 什么两个先知 两个见证人 天上已经掉下来的 一路撒冷 什么各种 一会话对我说 一会话对我说 各种所谓的恩高 神祈是这些之下的 在心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有的 神的儿女 你记住 只有圣经真理 神的话 才是我们的信仰 唯一标准 才是我们的生命 生活的唯一标准 比如说 关于身体的疾病 神的话语 已经明确地说 耶稣受编上 你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病好了 耶稣就别我们全民 奉他的名 甘味 你信不信 白纸黑字写在圣经上 你信不信 如果你真的相信神 你肯定相信神的话 阿们 如果你相信神的话 你就是相信神 那么神都白纸黑字写在圣经上了 你不信你还信什么 是不是 白纸黑字写在圣经上 耶稣说明让你得医治 耶稣受写法 你的平安 耶稣已经给你全民 耶稣已经给你恩告 是不是 你已经怎样 你已经可以有全民感规 你已经能按手 你都能够 你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殿 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 你就是新造的人 你就是活在基督里的人 你还不信 你还说你有病 你还问神为什么不医治 你还找这个祷告 那个祷告 你还在那儿求神给你异象 求神给你感动 求神给你话语 求神给你启示 怎么医治我 有用法 所以神就是感动我在话语上下功夫 我具意下功夫于你们 原来人最需要的就是 你的心啊 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 只要你的心能够被训练 能够被装备到一个地步 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 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你 如果你的心没有人训练 不能够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 你再找人帮忙祷告 你再追求一乡一梦启示 你再出去去以色列开特会 去乌干达开特会 去肯尼亚开特会 去香港开特会 去台湾开特会 去非洲开特会 我告诉你都没用 都没用的 你都白花钱 去一趟好几万了 你要是坚定相信神的话语 你哪里也不允许 你就好听到 天天听 天天听 你吃着健康 你就活着健康 阿们 神的话语是医治全体的 你心神的话语 你相信到一个地步 你的里面充满信心 充满力量 所有疾病都消失 不然 你再脚尖一响 再看一梦 再请 再因高 把你高到了 没有的 你自己不相信神的话语 白纸黑字 写着经常的话 你都不相信 就是外人 都没敢 在前两年 有一个人 他去拦贼 参加克里斯莫斯的打 他身上有病 去一趟也是 很不容易 结果呢 去一趟 并且没得医治 怎么去又怎么回来 后来 我们一起叫做 他说 哎呀 陈牧师 我以为这下去 参加克里斯牧师的大会 能得医治 我说那是 克里斯牧师 那多么出名呢 你说去那里肯定得医治的呀 那为啥没得医治呢 我真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花了那么多的钱 去那一趟可真不容易 这么大有恩高的牧师 那么多人得医治 为什么我就没得医治 我说姐妹 从今天开始听我讲道 你天天听 天天相信 天天承认 天天使用 天天宣告 百分百得医治 姐妹说 我现在就是听你讲道 才得信心 不然的话 活下去的希望都没了 我说那你听得 所以那个姐妹就这样 她叫天天听 天天听我讲 我要跟你讲一件奇妙的事 一个去那么远的地方 追求特会 追求恩高 追求按手 追求神迹骑士 追求这些大的场面 想得医治的人 却没得医治 可是在听我的讲道 天天听 不断地听 完成了相信神的话语 心被训练 心被喂养 心被更新 听到一个礼物 身体的疾病 什么时候消失的 听到一个礼物 她都不看病了 也就是说 不看自己是有病的 自己有病的 只看基督的话 神的话 只相信 耶稣手边 让我得医治 只相信 在基督里 我就是心造水 一切以神的话语为准 一切以神的话语为准 亏名 它以第一位准的 某个话语为准的 各种一мы一向为准的 你没有神的话为论 没有白纸黑字 金上的话为论 一切都会变的 只有金上的话是不变的 阿们 阿们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他不相信神的话 再追求其他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息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阿们 跟我说 以神的话语为准 好不好 所以六七妹 跟我一起说一下 以神的话语为准 以神的话语为准 以神的创造的道 神的什么话语为准 就是以神创造的道 以神救恩的道 为准 这些创造的命定 救恩的命定 白纸黑字写在神里上 阿们 以这些为准 你就活在真理里 活在平安里 活在得神里 如果不以这些为准 那你保重 你出现问题了 你不要怪我 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交通法规 你以交通法规为准 你遵守这些 是不是 你就会这样 平安的心情都是 那你不遵守交通法规 你闯不登 你走路 你烂走 开车烂开 那你出现问题了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知道 以神的话语为准 阿们 以神的话语为准 以金上的话语为准 以耶稣基督 神他的创造 他的救恩为准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最需要的原来不是别的 原来就是神的话语 你有了神的话语 你就有了一切 阿们吧 都说一下 以神的话语为准 所以巴兰 他并不是以神的话语 如果他以神的话语为准 他也不会到这里 神的第一次所说的话 他不听 他不信 一直在骗 最后就骗到这里 所以他在以神的命运 说什么 其实他都是这样 他是不相信神的话语 你相信神的话语 他其实都不会到这里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 你看到了吗 咱们有一说 巴兰和巴勒同行 来到基利胡索 巴勒在那牛羊 送给巴兰和陪伴的士典 是不是 真容 又真容他 到了早晨 巴勒离巴兰到巴利的高处 三个巴 巴勒 巴兰 巴利 这神经当中第一次出现 三个巴 巴勒 巴兰 巴利 看到没有 巴勒是贾王 巴兰是贾先知 巴利是贾神 贾王 贾先知 贾神是一伙的 贾王 他也统治了 同志摩亚本性 但是他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 他是习恶的 他是败偶像的 他是这个 不好的 恶王坏王 贾王 是不是 领巴兰巴兰是贾先知 不以神的华人为准 以自己的心中的喜好 失荣 这些为准 是不是 巴利 巴利他就是这个加兰地的一个假神 所以摩亚人他们也拜这个巴利 在伊利亚的时代 拜巴利的 有好几百个先知 是不是 伊利亚他们都给干掉了 八百个先知 假先知 所以这三个巴 巴勒巴利 巴利 看到没有 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的边境 他先回 他先这样 先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上的领袖 二十二章就好了 所以这二十二章呢 就主要记载的是巴兰的一个 一个心动历程的相当于是 其实他也是相当争扎的 是不是 相当争扎的 所以他到底是选择神的话 还是选择亲摩亚的 这个巴勒的话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们看到他一直都可以选择 悔改了 选择天神的话 但是他没有选择 悔改 没有选择天神的话 所以他 虽然女子也说话 虽然女子也救他 虽然女子也说话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一直这样 最后还是去到巴兰那里了 这就是不以神的话语为准 那么这个巴兰的自以终 他在圣经当中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假先知 好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理修 所以当您修到巴兰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到他的亮光 看到里面的骑士亮光 看到里面的教训 里面的教训 警戒 所以所有神的儿女 其实不管我们是俗事的 还是目前没有俗事 总之 我们都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走这条生命的道路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是不是 那么这条生命的道路怎么走 我们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不要随便想 随便说话 随便的选择 胡思乱强 胡言八道 胡说八道 胡作非为 这些都是害人害己 你要有安全意识 那么这个安全意识 刚才我已经用比方做过了 道路上行走 你要有安全意识 那么安全意识 你就要遵守教终法规 对不对 同样 神的儿女 你的安全意识是啥 你的安全意识 你就是要听真理的道 一切以真理为准 以神的话语为准 阿们 这样你才会怎样 你才会听得正确 气得正确 想得正确 说得正确 活得正确 我们的一生 才能走在 平安 蒙福在楼上 好 那么 你受的家人们 和阿们 听明白的弟兄姐妹们 和阿们 相信的家人们 和阿们 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 祝福了美好的清晨 你的话语 给我们的亮光 建立我们心中的平安 建立我们心中的平安思维 平安 基督的平安 基督的话语 真理 在那里面掌权 荣耀 给你天父 感谢咱们一书 赐福所有的孩子们 同心和你祷告 奉主一书的圣诞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